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不好意思 现在还在买.22口径的手枪 那么我们从前面的视频 后面有一个视频可以看得出来 这支袖珍式的.22手枪呢 它的子弹射击速度可以很快 那么所以说题目中加了凶猛两个字 算是一个台阶 打开这支枪盒 现在的枪盒都是用纸壳做的了 可能如果也希望在这方面节约一些成本 我们看看里边的内容 那么当然照例首先是一大堆纸子文件 说明书之类的 另外呢是枪锁的 班级锁的钥匙 这是一支枪锁 在美国卖枪都有一支枪锁 这是为律师准备的 但几乎没有人用的 这是班级锁的钥匙 那么我们看首先看这支枪 可能上面的有一个很鲜艳的红色的标志 那是空仓标志 这是陆格自己设计的 我们看包装的盒里面已经为这个标志留出了位置 那么下面呢就是班级锁 这个班级锁呢 以前可贝拉斯是没有的 后来可贝拉斯被 Base Pro揭秘以后呢就每支枪都加了一支班级锁 这样的话呢你在商店里面就没有办法去试验这个班级 也就没有办法知道你的手指和这个班级呢是不是搭配 它的位置呢是不是符合你的手心 但是这也没办法的是 但是呢好处就是网上好些人在意的班级纸呢 金手指在商店里面呢是永远不会出现了 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件好事 然后呢是一支握把的护套 这支护套是可以互换的 一共是两支弹夹 这个弹夹的底座呢是可以更换的 那么它有两支单独的底座 那么这就是这个包装里面全部的内容 下面是安全检查 我们把弹夹取下 然后拉开套套 看到里面没有子弹 然后把弹夹装好 两个弹夹是一样的 那么这支枪放在手里面呢是显得是非常的小巧 而且也很精致 枪手术老实话是非常喜欢的 两支弹夹 这两支弹夹呢 它都分别有两个底座 这两个底座呢它的后部额不同 所以说呢可以适应手掌宽度不同的人 如果手掌稍微宽一点的话 那么可以使用那个有突出部分的那个弹夹底座 这样的话呢可以对枪的把握能够更好一些 下面是两个不同弹夹底座 在枪手手里边的比较 嗯 说到这里呢忍不住这要只抽一点 这支枪设计上有一个很很明显的一个缺陷吧 或者是有一点的质量上的不足 就是这个弹夹的底座和破坝的之间有一个很大的空隙 我们说两支弹夹都试一下 这个空隙都是非常明显 因为按理说Rug的设计呢是非常的精密的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事情 所以说这是算是一个缺点吧 那么其他方面呢加工细致的方面 我们看这个套筒和枪体之间呢 也能够有一点点稍稍的晃动 这一点当然可以理解 因为枪体是聚合物的 所以说枪体与套筒之间的连接轨道呢 只有一段的金属 所以说连接不紧密也是情有可原 再介绍一下这个握把上的护套 我们现在安装上的是比较大的一个护套 那么因为枪手的手不小 所以说呢 原来安装的大的护套呢 我们看到枪手握住的时候是这个样子 几乎是把这个枪把全握住了 那么可以想象 如果再把小的护套换上去以后呢 那么显然呢就有点 那个 握把就有点太细了 所以说恐怕会不太舒服 这是乳格手枪的设计呢 还有一个比较好的特点 就是扳机机锤和弹夹之间的一个联动 那么具体来说呢 就是让射击的人通过手指对扳机的感觉呢 就能够判断整个枪所处的一个状态 而不用呢 用眼睛特意去看 这样的话呢 实际上是挺有帮助的 我们首先看弹夹方面的联动 假设说弹夹没有装好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那个扳机呢 是相当于没有连上整个机体的一个感觉 就是这个扳机呢 可以处在任何的一个位置 它是没有任何弹性的 它是简直是松松垮垮的 可以处在一个任何的位置 这个时候那个射击的人呢 就知道这是弹夹没有装好 那么假如说这个扳机处在一个不正确的位置 我们呢 把弹夹装好的话 你看扳机马上就会回复到一个正确的位置 就是靠前的一个位置 这个时候呢 我们在试验这个扳机的时候 这个时候按键锁还没有打开 这个扳机呢 是有弹性的 但是呢 它的力度非常的轻 你可以轻轻的波动 一直到最后 如果打开按键锁的话 那么这支枪呢 现在是进入了一个双击激发的一个状态 这个时候你可以扣动这个扳机 但是会明显的感觉到阻力 而且呢 我们也能看到机随 也随着扳机的运动呢 而压缩 我们可以看到 所以说呢 射击的人呢 明显他就能知道 他是在进行首发的双动射击 假如说 机随已经被压下 那么就是上次弹的动作以后 机随被压下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扳机的位置呢 在压机随的同时呢 就已经在后移 就是从双动射击 进入到单动射击的位置 这个时候呢 如果我们手指的去感动的去感觉这个扳机的话呢 首先感觉到一个是他的位置是靠后了 另外一个呢 是他的运动的时候呢 也是形成也是比较短的 他可以实现这个单动的射击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特点 就是说让射击的人 能够 就是有经验的人吧 能够手指搭上关机以后 马上就知道整个枪的状态 下面介绍一下 这支枪的拆分和组装 熟悉乳格Mark系列产品的朋友们都知道 乳格的Mark123系列产品的拆分 那是相当的麻烦 后来到了Mark4以后呢 有了相当好的改观 那么对于这支枪来说呢 他的拆分呢 是非常的容易的 组装也非常的简单 这支枪刚才已经进行了安全检查 首先呢 我们取一下弹夹 然后在扳机护圈里边 有一个套筒释放杆 在护圈里边 把这个套筒释放杆线下拉 这个时候呢 套筒实际上就已经跟预警的枪脱离了 我们向后拉动套筒 然后向上提 一个动作就把套筒 就把这支枪采分完了 我们看非常的简单 里边的结构也非常的简单 这支枪的枪筒呢 和枪身呢 是固定在一起的 当然 因为它是点二口径 工作力很小 当然枪筒呢 也可以拆下来 也是在套筒里面 有一个内六角的螺酸 我们可以使用一个六角扳手 把这个螺酸松掉以后呢 就可以把这个枪筒取下 取下枪筒实际上 就是为大多数为了换 带有螺纹的可装消音器的枪筒 但是我就不知道多少朋友 能够有那种需要 当然拆分简单 组装呢 也很容易 组装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把这个机随给搬下来 那么搬下机随呢 需要我们打开这个安全扭 把机随搬下 然后呢 把套筒铺回弹簧 装好 再把那个套筒呢 再从前面开始装好 然后 向后拉 向前压 就好了 再把刚才的套筒固定杆呢 推上去 这样的话呢 组装就完毕 当然我们还要释放这个机随 但是呢 我们刚才说过 因为这个弹夹没有装好 机随是不能释放 现在可以释放机随 这样呢 组装就好了 枪手喜欢把自动枪和左轮枪比作绅尸和牛仔 所谓各有千秋 君子何而不同 那么究竟是要选择自动枪还是左轮枪 则完全是要根据个人的喜好和环境的要求 下面是枪手收集的各种自动枪和左轮枪的组合 如果是全尺寸手枪的话呢 自动枪因为口径的不同呢 可能装弹量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区别 但是如果小尺寸的手枪比较的话 自动枪和左轮枪呢 这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回到原来的话题 为了给买这支手枪凑更多的理由 那么我们要强调一点 就是自动手枪的设计速度呢 要比左轮手枪呢 快得多 因为左轮手枪呢 需要双弄设计 这支袖针手枪呢 其实和大尺寸的手枪相比呢 在点二口径的设计上面呢 也有一定的优势 因为点二没有后作力 所以说呢 袖针手枪呢 反而更有利于姿势控制 希望下面的视频呢 能够说明 能够支持这个观点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火力可以称之为凶猛 如果不考虑子弹口径的话 说凶猛 难免有人抬杠 说的是夸张 但是看下面的设计结果 可以在短时间内 把子弹全部打在十米外 一个拳头大小的目标上 其说服力也不能说不强 好 谢谢大家 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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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